你知道妇女节的由来吗? 国际妇女节起源于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以下是其主要的由来 国际妇女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8年 当时美国纽约市发生了一场女工纺织工人的大罢工 这场罢工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更高的工资和普遍的选举权 在这场罢工中 妇女工人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她们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而战 在1909年 美国社会党的一位女性领导人克拉拉泽图金 Clara Zetkin 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提议 将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 以纪念这场纽约女工罢工 并继续争取妇女的权利和平等 在1910年 第一次国际妇女节在丹麦哥本哈根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庆祝 国际妇女节的宗旨是呼吁消除妇女在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 自此之后 国际妇女节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庆祝活动 为全世界的妇女发声 呼吁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